蘋果剛推出了最新的iOS 14 當中更新了不少地方 今天我會挑選幾個大家會常用的新功能 和大家介紹一下 要講iOS 14最大的更新 肯定是增加了App Library 並且可以在主畫面上增加Widgets的小工具 完全改變了之前可以顯示每個App的排序方式 其實這個設計和Android有少許相似 一樣可以讓用家自行設計你的主畫面 另外只要你長按App 然後編輯主畫面 點選下面這個點點地方 就可以直接編輯你的頁面 然後將你比較少用的頁面直接隱藏 如果你想隱藏一些下載的App 不想讓它出現在你的主畫面上 就可以按設定 然後按主畫面 然後選擇指限App資料部 下載了App 之後它就會直接顯示在App Library 而不會直接出現在你的主畫面上 打開設定之後就可以按輔助使用 然後再按觸控 你就會見到新生了機背點按的功能 你就可以將點兩下或三下設定成為各種系統 輔助使用或捷徑功能 以往大家想隱藏一些相片的話 它就會出現在一個隱藏相簿 其實等於沒有隱藏到 不過現在它終於修復了這個功能 可以將隱藏相簿也隱藏 只要你試過拿iPhone自拍的話 都知道iPhone自拍完的照片會反轉 但iOS14 終於在相機的設定中 加入了前置鏡頭的選項 打開之後 自拍出來的照片 會和自拍看到的樣子一樣 iPhone終於正式自己有一個翻譯的app 就可以用來文字翻譯 或者語音翻譯都可以 目前支援的語言只有 英文、中文、西班牙文、日文、韓文等 12種語言 大家也可以預先下載資料 就可以來線使用 以往的iOS 只要有人打電話給你的話 畫面就會佔據整個螢幕 所有你在做的事或者在看的影片 都要被迫中斷 但iOS14 就精簡了這個來電的畫面 等人打電話給你的時候 都不會佔據整個螢幕 蘋果一直都很強調用戶私隱的部分 只要你更新在iOS14之後 只要當有app使用到錄音或錄影的功能 在你的機頂右上角 就會有一個錄點或橙點去提醒你 以防某些app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 錄音或錄理音 另外 今次iOS14 還加入了我最期待的功能 就是畫中畫 用家可以一邊看片 或者聽Facetime 一邊用手機做其他事情 當影片播放的時候 只要它的左上角有這個按鈕 你就可以按進去打開畫中畫的功能 然後你就可以把畫框放在螢幕的四個角落 甚至拉在一邊 只能聽一聲都可以 這個功能其實真的很實用 不過暫時Facebook、Youtube都不知 新功能是否吸引呢 見仁見智 至於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很吸引 但有不少用家表示 更新了iOS14之後 會出現一個彈app或耗電的情況 如果你都很擔心的話 不妨讓蘋果修復完這些彈app之後 再更新了